综艺节目收视率一直很好 原因就在于节目组会邀请很多当轰明星的加入 有了这些顶级流量的支撑 他们的粉丝也自然会关注这当节目 所以粉丝加观众的强强联合 让这几年的综艺节目越来越火 而跑男应该就是当前最火的综艺了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档综艺能超过他的热度 如今跑男已经开播好几年了 但热度貌似并没有减弱的趋势 观众对于郑海 李晨 王祖兰 Angela Baby 邓超 陈赫 这几位熟悉的老成员也依旧致爱 尽管不断有新的综艺节目开播 但大家却独爱跑男团 毕竟这个带给大家欢声笑语的节目 实在是让人买不释手啊 说实话跑男第六季也结束没多久 但观众们却早已迫不及待 期待着第七季快点到来 没事还会在跑男团的官微下催更衣 可见大家对于这段节目的热爱 不过最新一踢水肉将离开 拍摄地点在哪里 会有哪些嘉宾来客串等 这些都是大家最关注的事情 而对于观众们提出的问题 跑男官方也发文表示 大致确定跑男的原班人马不会变动 并且还可能会添加一位人气明星 作为第七季的新成员 这不疑是一个好消息 但也希望官方能尽力挽留所有的老成员 避免任何一个人的流失 因为在大家心中跑男团是缺一不可的 相对来说官方宣布的消息 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 而且还会添加一位新成员 这也勾起了大家的好奇心 纷纷猜测这位人气明星是谁 小编个人觉得官方会邀请刚出道的新人 特别是9%其中的成员 范诚诚和蔡徐昆上榜 几率极大 毕竟两人各方面都十分符合节目的要求 人气很高 后台也很硬 当然不管如何对我们来说都是好消息 跑男团的原番人马能继续留守 也会让节目依旧保持良好的质量 至于新添加的一位成员